大姐 嗯哼 爸爸要活动吗 但是明天就是独立日了 必须要今天挂一下 这已经是我们来美国的第六个年头了 过去了五个独立日都没有挂过期 并不是不想挂 而是之前都是跟别人分租 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独立的房子 经过在美国前五年多的奋斗吧 终于住上了种族的房子 其实严格来讲还是分租 因为跟亲朋好友一起住一起 也算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吧 然后呢今天也比较开心 更多的是对美国的一种感恩之情 来分享给大家这种喜悦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租的豪宅 这次搬家 之前从后面搬到前面没那么多 暖暖车条量 虚没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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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等到 醉口最累的人拍下的一个 差不多 差不多 OK 对 要全部卸下来好不好 好 我们要住这儿吗 要 怎么了孩子 怎么了 妈妈生气 妈妈生气 他把弟弟推倒了 你推弟弟干什么呢 然后我就说他 妈妈批评你了吗 没事 我们进来看看吧 这个房子的面积是 居住面积是3600多尺 就差不多是360瓶的样子 接球 这个就是在 就中间隔一家 那家捡的 他们不要的 一个儿童的厨房玩具 他们挺喜欢的 对 这滑梯是之前买的 赶紧投篮了 被打断了一下 因为孩子又哭闹了 这小孩跌倒了 然后这边就是孩子的一个玩耍的区域 足够大了 对比之前 之前确实挺闭泽的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间客房 是和我们合租的大力哥的房间 就是我们的摄影师了 大力哥的房间搞得挺文艺的 全是书 好 看看我们去我们的房间看看吗 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我们就不打开看了 这是一个储物间 妈妈上去 看看我们等一下上去好不好 我们先看这边吗 来 快来看这边 看边 看这有花 还有旺旺 你看到了吗 这有花旺旺 还有小松鼠 我在看书 你能看见吗 这些家具 包括这些沙发 都是逃到二手货 这算是客厅吧 开放性的厨房 其实 那个灯还在闪吗 好的 哎呦 其实我不太喜欢 开开 让爸爸说话好不好 没有葡萄 没有葡萄孩子 先关上吧 嗯 这就是餐桌 这是没什么好看的 待会看院子 待会正好孩子在下面玩水嘛 这个就是食品储藏间吧 算是 这里边呢是laundry room 就是洗衣房 为什么 当我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 虽然它不是我花钱买的 只是租的 我还是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呢 哈哈 只要是之前 哎呀 之前是 没过个好日子嘛 关掉吧 OK 这边就是一个车库了 这桌子吗 桌子刚才挂国旗 我搬到外面没用了 啊 去年盛南节拍的 你看现在半年多 感觉长大了不少 上楼吗 走吧 你的房间在哪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你的房间吗 加油加油 比赛吗 比赛 比赛 比赛吧 爸爸也拍好不好 快 这个房子二楼啊 我特别喜欢一点就是 它不浪费空间 因为我看过一些房子 它二楼 楼梯上去之后 有个小客厅 那个小客厅 几乎是被浪费掉的 但这就比较好 你看一个走廊 那边有几个房间 这边一个主卧 这边是我的工作室 我们先参观一下我的工作室 终于终于有工作室了 哎呀呀呀呀 小心弟弟的手 小心弟弟手好不好孩子 这个工作室怎么形容它的大呢 现在能感受到这个房间大吗 正好是一个对角线 给大家感受一下哈 坐着办公 安静一点好不好 爸爸工作吗 那边有水 你看那边有浇水 外面的景色 这不会做旧的效果 对 它就是做旧的效果 工作室也稍微的再重新介绍一下 因为刚才孩子在这太吵了 哎呀 这就是我这一两年以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老是被打断 因为最近刚搬过来 你看我这边还很乱 就是没有完全收拾好 其实原来的房主啊 在下面放了一个抬球桌 打抬球的 我书桌那个区域呢 之前放的是架子骨 人家这个房间本来是活动室 我呢就把它做成我的工作室 好我们去看看别的地方 这个主卧最后看吧 先看看这边 你像这个房子这么大的面积啊 三千六百多尺 如果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空调开足的话 一个月下来 我估计空调费就是所有的电费啊 可能得达到五六百的样子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有太阳能板这个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这边呢就是孩子的房间 他这个房间里都是没有顶灯的 这间屋子的面积啊 是整个制动房子里面面积最小的 大概可能有十坪左右吧 我觉得 那这边呢是一个卫生间 就是相当于这个房间 跟这个房间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这是我的小伙伴的房间啊 他下去帮我带孩子了 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眼 他这个房间弄的还是比较温馨的 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主人房啊 就是主卧 这个主卧是 首先从面积上是惊到我了 我可能是这辈子没有见过面积这么大的主卧 我没有床 我们习惯睡床垫 这个床垫是concise 是一米八乘以两米 大概这样的一个尺寸的 你会发现放在这个房间里面 他显得非常的娇小 对 那这边呢是我们大儿子的房间 由于我们小时候啊 睡训失败 那没办法 现在他不愿意自己一个房间睡 他只有在我们旁边这个小床上睡 可能是以前的一种设计了 比较过时了 现在其实没有人看电视了 我们在下面就摆了一个桌子 平时可以有个电脑在这 可以上上网什么的 查点资料什么的 主要是我太太在用那个电脑 那这套家具一看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也是买的二手的 我不知道这个镜头里面能不能看出这个房间的真实的面积那种感觉哈 我目测这个房间我估计得有50平左右 如果加上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浴室跟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卧室一样大 他也是浴缸跟这个淋浴分开的 这边就是隔离开的马桶 然后你上桌子的时候跟外面就不会互相干扰 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美国比较特有的 所谓的步入室的工艺室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的面积也算的实际上是一个小房间了 重点想加上下这两个行李箱 看到这两行李箱说实话 还是挺感慨的 五年多以前不到六年前哈 我们就是两个人带了两个行李箱 就装一些平时穿的衣服 银行卡里面也是几乎是没有钱的 就这样几乎是从零开始 开始了我们的美国梦 现在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哈 我们也不能说拥有了这一切 毕竟这个房子我是买不起的 但至少经过我们的一番努力和拼搏 我们经营了这样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家庭 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呢 现在不但结了婚 而且两口人变成了五口人 还是挺大的一个家庭 呃我也是从三十岁 到了三十六岁 其实很多感慨都在夜里感慨完了 我现在突然对着镜头 我没什么好感慨的了 就是天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不容易 而是要努力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还是要靠双手去创造 那你没法玩那虫子太多了 为什么有什么虫子 这那个小小虫老是往人脸上飞 有时候一脸上能爬四五个 爸爸抱一下吧 嗯 时间都湿了 我把衣服都帮了 把这个衣服都帮了 嗯 顺便看一下后院吧 后院呢不大不小 反正够孩子玩的 有一片水泥地 然后有一片草地 真的 对 这个后院我们已经努力的收拾了 你知道有三个小孩一堆的玩具 想把它收拾干净整洁 真的太困难了 啊 来 你看 你看 来吧 其实这次搬家的决定挺突然的 我也不是说对之前那个居住的条件有多满意 而是我去年的时候找过一次房子 但是根据我的条件呢 是没有人租给我的 我在节目也提过 主要是这个家里孩子多 还有这个我做的是这个叫什么 网红这样一个收入极不稳定的职业 很多房东很忌讳这个 我就尝试令我自己的频道一点点的影响力 我在我的社区发了帖 讲明我们的情况 虽然说我自己的收入还没有达到 哎喷水了 没关系可以 一般这边租房子呢 他要求是你的收入是这个房租的三倍 我们这个房租是4200一个月 三倍的话就是12000多 我的收入是没有达到这一点的 但是我如实说在我的帖子里面说我要跟其他人合租 我想我们五大人有四个人工作 我们总能达到这样一个收入的标准 不行我觉得我得换个地方 我这边已经湿透了 因为首先你孩子多 再者你合租的人多 这是房东必要忌讳的两点 谁都希望自己的房子住的人越少越好 这样的话对房子的损耗会更少吗 总是有好人的吧 然后我的一位观众就很热心的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 所以呢说了这么一大通啊 我想表达两点 第一就是我对美国的感恩之情 因为就这个房子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在中国的话 我无论怎么奋斗 是没有机会住得上这样的房子的 第二点就是说我也感谢我的观众朋友们哈 因为我这个频道走到今天开了四年多的时间 呃全职作也有三年的时间了 全靠这个频道来供养我们一家五口 所以说矫情一点 观众朋友们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哈 不光这个频道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哈 那租房子这样的事情这么重大的事情 这样在我之前不抱希望的事情啊 竟然因为我频道的一点点影响力 好心的观众也租给我的 所以说白了就是我沾了观众的锅 才住得上美国的豪宅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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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